一颗炸弹刚好落在了炮塔旁边 它穿透了好几层甲板击中弹药裤 瞬间军舰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几分钟后它开始沉没 亚利桑那号无疑是珍珠港事件中最惨烈的军舰 1500多名船员中就有1177人丧生 以至于它的残骸至今还保留在珍珠港内 成了一块标志性的纪念碑 这艘战略舰于1916年开始服役 它的排水量为32,600吨 之后美国对它进行了升级改装 老师的铁丝网桅杆被替换成坚固的三腿桅杆 它为军舰腾出了更多的空间 船只的装甲和武器也进行了改进 最大的提升就是增加了水上飞机 这些飞机通过船尾的弹射器起飞 它们的目的主要是用于侦察 所以并不参加战斗 通过无线电发送敌舰的位置 以弓舰上的炮手开火 亚利桑那号装备了12门356毫米口径大炮 炮塔穿透了数层甲板 每个炮塔至少需要80人操作 内部也会跟着旋转 炮塔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分别放着不同的炮弹 根据作战的需要进行选择 而在炮塔的最下面一层则是火药库 这里存放着用于发射炮弹的发射药 它们通过升降机传递到炮塔的顶部 炮弹也会通过升降机被传递上来 炮手们只需要把炮弹的托盘拉开 机械助推器就会把炮弹推入炮管中 紧接着将四个火药带推入到炮堂里面 这时再将托盘拉回来 最后关上炮堂的盖子就可以发射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 炮掌将火炮调到合适的方位和仰角 拉动炮栓的一刻 火要立即爆炸 三发炮弹瞬间倾泻而出 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30公里 除了装备四座三连装的主炮 它还装备了大量的防御型副炮 127毫米进防炮 用于对付海面上的小型舰艇 在船的顶部有两个桂杆 它们由三条腿支撑 所以通常被称作三腿桂杆 维杆下面有四艘救生船 需要使用一旁的起重机放入水中 另外在船尾也有一台起重机 它用于吊起返回的侦察飞机 亚利桑那号总共有八层甲板 大多数生活区域位于较高的一层 这里是船员挂掉床睡觉的地方 收起吊床后 这里也是用餐的地方 第二层甲板有更多的空间让船员使用 另一侧是军官的卧室 而船长和将军则拥有单独的房间 第三层甲板是机械设备和修理车间 这里还有一些的军官卧室 底下的三个甲板大多数是机械设备 在第一个平台上 这里是处理火药袋的地方 就在炮塔下面和火药库旁边 第二个平台是大量的储藏室 而最底下的就是引擎室 它为整艘船提供动力 亚利桑那号有六个锅炉 它们燃烧燃料产生蒸汽 通过管道传输到气轮机引擎 然后驱动四只螺旋桨旋转 1941年12月7日 日本派出了大约300架飞机轰炸珍珠港 亚利桑那号一共遭受了四颗炸弹的袭击 最终沉没在了珍珠港内